柯建民自己都说 这个蓝白盒马英九是很不寻常的 有中国介入 我们这两天都讲说 有多少国民党的人上车 说要讲全民调对不对 那我反过来问 国民党有谁没有上车 没有讲到全民调 国民党为恶正常的人都没上车 卢秀燕跟蒋婉安 换句话说 马英九跟韩国瑜这条列车 全民调列车 卢秀燕跟蒋婉安都没有上车 所以国民党里面还是有人 没有在买中国的单车 还有张善正没上车 其实国民党还是有路线之争 在这样大潜力之下 会发生什么事 我认为这些所谓的全民调列车 后面下个礼拜一定还有招 连署 串联 登报 静坐 这都可能会发生了 要不然绝食 我跟你讲 这一次不要派谁 派一个比较胖的 顺便兼减肥 连方伦 连方伦绝食 绝食一个礼拜变王毅川 这是组合拳嘛 可是问题是他们有什么怪招 对不对 这些怪招的话 那就看老金的功力 金甫冲这时候必胜功力要拿出来 金甫冲也差不多开始接受专访了 只是他要接受谁的专访 这有问题 就包围网 赵少康也说到全民调嘛 什么东西的 不知道嘛 不知道接受谁的专访嘛 但没关系 礼拜一有好事之土 万人大胎 我找益川哥来听吐一下 对不对 礼拜一刚好好事之土好不好 欢迎你老金来 马英九丢出这个全民调的要求之后 其实我们也讨论了两天了 那当然这个郑浩有分析到说 他认为马为什么这个时候要做这件事情 目的是要跟中国做一个表态 中国收到了吗 真的会提高他在中国的位阶吗 没有不是马讲什么中国收到 是中国讲什么马英九收到 你懂为什么 这个发动权是这样 包含昨天柯建民去帮林志杰站台 柯建民自己都说 这个蓝牌和马英九是很不寻常的 有中国介入 所以我先讲 我跳开一件事 我们这两天都讲说 有多少国民党的人上车 说要讲全民调 对不对 那我反过来问 国民党有谁没有上车 没有讲到全民调 国民党为恶正常的人都没上车 卢秀燕跟蒋婉安 卢秀燕说 两边都能接受的方案 我就会帮忙 他没有讲全民调 蒋婉安说 相信所有人都希望用 智慧做最妥事的处理 也没讲全民调 换句话说马英九跟韩国瑜这条列车 全民调列车 卢秀燕跟蒋婉安都没有上车 所以状况是什么 第一件事情 马英九这个所谓的全民调列车 它是组合拳 慢慢看懂了 可文则先抛三份民调 什么求真 趋势 世心 抛完之后 马英九请消息人出来专访 说要全民调 接着韩国瑜下午发文 说要全民调 接着谢国梁跟进 说要全民调 接着陶竹苗的县市首长 出来说要全民调 接着一大堆小鸡 说要全民调 对 所以这个列车 我们讲得很清楚 已经投了两天了 中国有指令 柯文哲的徐春英效应 中国看到 柯文哲是自己人 可以被信任的 所以发车了 可是有趣的事情是 卢秀燕跟蒋婉安没有上车 所以国民党里面 还是有人 没有在买中国的单位 还有张善政没上车 对 因为张善政跟朱立宇人的 关系非常好 你仔细看张善政 卢秀燕跟蒋婉安 他们从政的脉络 就没有靠老共 对不对 张善政以前搞Google的 对不对 蒋婉安是 我本来姓蒋 就打你老共的 他一出道空降就当立委 立委当一届半 就变台北市长 对不对 这些人就没有靠老共 对不对 卢秀燕过去 你有意识到 他跟中国有什么参访吗 好像也很少 对不对 其实国民党 还是有路线之争 好 在这样大前提之下 会发生什么事 我认为 这些所谓的全民调列车 后面下个礼拜 一定还有招 还会有招数 当然有招 不是两天 子弹飞完就没了 靖平说没了 那是黄 我们撑住就没有了 那是黄 林俊平的wishful thinking 对不对 连署 串联 登报 静坐 这都可能会发生了 接下来有 连署已经发生了 没有 连署现在还没有真连署 现在留言而已 连署是我真的丢一份名册 那些竹竹苗的表态 只是表态还不算连署 我连署是一个上面大家签名 登报 登报四年前有用过 真的 对不对 郭台铭先把他扳 来来来 报纸 报纸 四年前的 登报 登报 有 连署人第一个就连赞 第二个马英九 老招 串联跟静坐 对不对 搞不好绝食 我跟妳讲 这一次不要派谁 不会啊 派一个比较胖的 顺便兼减肥 田方伦 田方伦绝食 绝食一个礼拜变王毅川 田方伦有去韩国瑜那里留言 支持 对不对 绝食 所以你就是不会玩 不会玩 子弹继续飞 这是组合拳 可是问题是他们有什么怪招 对不对 这些怪招的话 那就看老金的功力 金浮冲这时候 毕生功力要拿出来了 好精彩 对不对 超期待 我问题可以讲 金浮冲是 会那种坐以待毙的人吗 不会 朱一伦今天跳出来就说 我没有反对全民调 只要对比 互比什么 就拖嘛 拖过下个礼拜 一边要拖 一边就施加压力 金浮冲要出来了 所以金浮冲毕生功力 你想得出来 金浮冲毕生功力会有哪一招吗 他应该就接受专访 然后再讲一套 他应该可以接受到 政党的支持度 对 对 我跟你讲 因为金浮冲也不是省油的灯 我确实金浮冲在侯友宇这边 他做几件事 把侯友宇稳住了 把侯友宇是一路下滑 对不对 第二件事在蓝白河的过程中 真的操盘到 国民党支持者 很可文哲 对不对 所以金浮冲也差不多开始接受专访了 只是他要接受谁的专访 这有问题 就包围网 赵少康也说到全民调 什么东西的 不知道 不知道接受谁的专访 但没关系 礼拜一有好事之土 好 万人大胎 自己广告 哥文哲直播一万人 一万两千人是不是 是 我直播一万到一万一 你要跟他拚了 对啊 他继续在直播的时候讲 阿燦 你干嘛 闲卡四叉 我找一川哥来听吐一下 对不对 礼拜一刚好 炮事直播好不好 欢迎你老金 李正浩说人家这个 等于说月饼打开 是一个杀猴计划 对不对 我问你嘛 今天你这样做 好不容易在几场路战 对不对 刚刚慧明讲那个场面 那个场面 议员 了不起 顶多是理掌议员的场面 那些媒体说 我心里想说 你先去过那个地方 台南我经常去胡选 那么问题就在这个地方 我问你 李正浩当然是灭猴计划 你现在 马英九在前面 韩国瑜在后面 你可以发现 第一时间跳出来 力挺的这些所谓的 国民党的小纪立委候选人 不是希望比较渺茫的 艰困选区就是五五坡的 他们都希望怎么样 他们都希望最好 他们现在最希望的是 柯文哲跟韩国瑜在帮我站台 不是好友谊 你知道吗 所以他们希望能够蓝白河 可是问题来了 包括谢国梁也好 包括苗栗 辛迪也好 刚刚其实讲那个重点 六都呢 六都最重要是这三位呢 他们有没有出来逼宫 有没有 你要知道现在 马英九现在在做什么 两个中央啊 如果马英九得逞了 开玩笑 马英九就是真正的 国民党中央的太上皇 新朱白 那朱立伦会怎样 对比 互比 占比 其实这个对比 互比 占比的后面 有三个字叫不敢比 就是这样 还有不能比 因为一比的话 万一输了 国民党整个都倒了 好友谊有可能去做夫手吗 国民党有可能做夫手吗 国民党整个白年纪的倒 站在韩国瑜也好 站在马英九在中 我说我还没听 这个家不是你在当家啦 讲白的就是这样啦 他们等着战后重生 没有问题啊 讲到重点了 那为什么这样做 我跟你讲 马英九和韩国瑜这样做的结果 家不是他们当的 所以胜户外观光拍照 他们不要负责任 其实他们昨天 这几天这样的一个动作 坐实了一件事 本来大家都认为 万一如果蓝白不合对吧 侯友谊总统输了 朱立伦要出来到 这个鞠躬以后 就要辞掉国民党党主席嘛 但是就有一个说法 如果总统输 但是区立委赢 你们都想看哦 国民党立伯跟他们开工 常常上节目的 他们认为豪气甘云 说他们可以 贏到八到十时的区立委 我问你 他们贏到八到十时的区立委 对不对 那时候党主席还要不要迟 可是问题是 扣马英九和韩国瑜 这样摸下去之后 万一总统一败 朱立伦就飞驰不可了 他就飞驰不可了 因为我们忠言逆 你不听嘛 选择就打你一半 你没办法做 所以他们最主要就是 如果你不听我的 到时候只要总统输 朱立伦就得辞职下台 这才是背后的意义